好南第七季完美收官了 在最后一期的节目中也是邀请了许多我们喜欢的明星们 除了朱雅文还是选择带老婆 其他人都是邀请自己的邻居或者好朋友 因为这些飞行加密的加盟 这一期节目也是相当的精彩 今天就来和大家说说 baby被问最好的一星朋友是谁 他下意识说两次 邓凯心态崩了 在这一期最后一期的节目中 导演组也是玩的特别狠 在真心话大毛险的环节中 托姆丽瑟的问到baby 最好的一星朋友是谁 这一轮和景柏兰组队的baby 两人也是阴系结缘十年了 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合作 但是看得出来两人的关系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baby竟然也期待景柏兰的生日 而在说到baby最好的一星朋友 是不是景柏兰的时候 baby下意识就说出了两个字 不想受惩罚的baby 也是需要说实话了 于是便说了 是的 这两个字一出邓凯的心态 也是直接崩了 作为这么多年的兄弟 邓凯一直在保护baby baby不记得邓凯的生日也就算了 竟然连最好的一星朋友 也不是自己 郑凯真的是心态 已经崩溃到了极点 不过还有不少网友说 毕竟baby把景柏兰 邀请到节目中来的 如果不说景柏兰 是自己最好的一星朋友 估计景柏兰的面子上 也是过不去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